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块球板就是那个蝴蝶内置 我朋友说蝴蝶内置不错就是310的 那么好这是我的第二块球板 那么蝴蝶内置这个球板包括到性质 我打了之后打了那么多球板子 我感觉这个内置球板真的很不错 这个不错 跟大家先说说配置 我一般反手我也对吧 反手反面 我一般用T64正面用T05 但是明显发现 但是1.9还明啊 但是明显发现在这个板子上就感觉不行 为什么偏暖了 偏暖 所以至少要换成2.1 所以我现在打了至少反手那边 用换T05感觉还行 正手还是T05 但是还是感觉不行 T05有时拉球 感觉这个球啊 有点下掉 就感觉出去那一下 碰到前面出去那一下不够快 我也不想很快 但是就是他彻底吃进去再出去也可以 但是呢 速度就平慢一点 这个板子上是非常好的板子 控制也非常好 接球啊 摆短个方面哇太好了 然后中脑的对拉旋转非常强 然后你反手打上干线也很强 就是说 这个板子不能跟其他球板一样 比跟我的维斯卡利一样 不能说是反手T64正手T05不行 这板子不太适合 你那样打就感觉这个板子感觉这么没进一样的 那么我的海绵厚度不够 我是用1.9的 或者我应该换了2.1的 这板子你看啊 这板子呢 最是跟维斯卡利亚最大区别 硕是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明显进台速度没那个维斯卡利亚快 那中央台它的这个持球能力啊 是明显比维斯卡利亚好的 而且它的干性弹性也很不错的 很好的 真的很好 对吧 所以我现在的调试 我准备把我的正手换成蝴蝶的 联武哈的 防守呢 还是D联武这样之类的 这样可能这板子就很不错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换球拍 是球拍是海明 当然这拍子我还是不太喜欢的原因 还是不太是我的风格 我的风格还是就是说 更拼向于现在这种主流的打法 或者日本式打法 就是什么横板对吧 静台 快速 两面快速 那个 静台两面快速的那个轮换 对吧 还有这个防守比较好的球板 控制比较好的球板 中阳台是不太需要的 因为尤其上我们业余很少会打了中阳台 对吧 因为东阳台你也防不住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战士呢 这个小黄的很好的优点啊 你练球非常好 你练球正手防守拉 因为它持球实际上对练球非常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板子 是打防守比较好 或者打控制比较好 你经常比如说可以了 人家新进攻 能把滑去跟张艺人这种风格 你能人家进攻 你能防过去 而且防过去的时候呢 带角度的防 就防守这样 带一带把脚带开一点 正手也是这样 带一带把脚带开一点 主动出击的话 它这板子的球实上偏慢一点 但整体来说 这板子还是不错的 你们 看车子能力 然后再重新进攻击 我们再次再重新进攻击